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心里面都不要有那种 最传统的东西 我不说传统好和坏 就是世俗会带来很多的力量 就世俗恰恰有时候会影响我们 比如说 你千万别觉得自己吃亏了 娶了个二婚的女人 她还有孩子 你是一个伟大的男人 没什么 你爱她那些都不算什么 你心里不能有这种优越感 你越这样优越 你会越难受 明白吗 对于女生来说 要学会感恩 我跟你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我不比你低什么 但是你也不能说 我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 因为在客观上 在这个世俗面前 她能娶你 对很多人来说 好像那个男人恩赐了你 其实在我看来不是恩赐 可是你心里多少应该有一些感恩 这是尺度和分寸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谷芳红糖真情60秒 其实吧我知道你内心没有安全感 但是我想让我的方式 让你去相信我 像我每天回来吧 聊天记录我都是主动给你看的 然后工资我也是都是一直交给你的 我希望你吧相信我 还有 还有 还有你不要那么太强势了 不要太强势 然后有你们家里有什么事 你对跟我说一下 跟我商量一下 好吗 我也觉得我有不对的地方 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 因为上一段婚姻给你带来的 你压力太大了 也是我不对 以后我们回去就好好过日子的 都互相改一下 好 好 请亮灯 来 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你看 你看 你可以回去了 你好好的为什么推人家呀 你推人家干嘛呀 你是他老婆吗 他抱你有错吗 你又答应了说我不跟他无端发脾气 他又来了 怎么着呢 你这样你可以不过呀 你可以不出来呀 为什么推他呀 因为感觉太多人的不好意思 那你说你别 老公别这样不好意思啊 那你推人家干嘛呀 还凶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来 请亮灯 对你疼惜有种软异 学会客举啊 有时候温柔比发脾气 可能更管用 对吧 对于男人来说 好了 谢谢两妹 谢谢你们 如何学习管理自我情绪 对于这对夫妻的这个阶段来说 也许是最重要的 谢谢